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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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是三千万美元 还有那些你们感兴趣的 作为大人物名单 但不要扰了他们 该杀的杀 该抓的抓 请 收好 你怎么不看一眼 你穿的这套衣服 真好看 让我猜一猜你在想什么 你一定是在想 不是说所有的账号 都输到伤务痛里了吗 不错 我骗了你 我经常会采取 一些欺骗人的手段 因为太多人骗了我 记得我小时候 只要我犯了什么错 我的肌肉惩罚我的方式 不是打我骂我 它是罚我挨饿 一罚就好几天不给吃的 所以 我平时会展示一些食物 藏在一个 只有我自己 知道的地方 这叫被战被荒 不可以伤心别人的 只能伤心自己 其实 你也一直在骗我对不对 但是 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所以我能断定今天晚上你会来 谢谢你 我谢谢你帮我实现我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 你说 这人 这人是什么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人就是直立行走五毛洞而已 但在我看来 人就像一方不知道从哪发出 又不知道发往何方的电子邮件 是这些电子邮件 组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类世界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啊 他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最高层次的人 他们可以充分地享受物质和精神的供应 然后随着层次的地界 供应就开始减少了 最低层次的人 他们通常接受的物质能量 只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 而精神供应 几乎是零 本人曾经就活在这个层面里 你可以有充分的理由 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会想 我有一个才华出众的父亲 他是一个作家 我可以从他那里继承他的智慧 良知 我还有一个 曾经是越旧名单的母亲 我可以从他那里继承他的 艺术天赋和不俗的容貌 我还有一个出生在自产阶级家庭的 高级干部的继父 从他那里继承他的藏着野心 和使他成功的机会 我怎么可能生活在最低层呢 我应该是这个社会当中的精神龟族 我会应该是这个社会 没有意义 但是 但是 我生活的另一面 你看不到 永远也看不到 我可以一顿吃三斤牛肉 然后再吃半只烤鸭 和一碗北京地大的炸炸面 我还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 然后在雪地上像疯子一样的狂跑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的钱 可能是一顿骆驼 没有这点能耐 当年 我花拆十个美元 从旧金山下飞机 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 后来 我不会再为钱发愁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比任何时候都仇恨钱 仇恨人类 仇恨这个肮脏的世界 你们喜欢把人群翻成罪犯 而非罪犯 就是所谓的好人和坏人 并且由此延伸出一些高尚啊 卑微之类的概念 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你 一切都是机会而已 穷伤疲扰的犯罪率 不意味着那儿的人高尚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就不会有痛苦 我母亲 当年改嫁到林家 林小强 对她无为不值得 ZARA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但是我母亲 当年改嫁到林家 她并不痛苦 因为她有我 还有弟弟小亮 我母亲甚至没有权利来说她死亡 而 临家的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 又使我的灵魂炸碎的走散堕落 我切腹之痛的感受到 我的命运之所以 悲惨 原因 只有一个 没权 所以 昨天一天我就奠定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有不知手段的 疯狂的去追逐钱和权 然后用他们来报复这个可恶的人类社会 你知道权利是什么吗 权利 真正完全彻底的控制人 没有比毒品更好的东西 你见没见过 能够真正摆脱毒品的人 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可以控制你自己 但是实际上你只能控制你的手 不伤到他人的肩膀 不伤到他人的肩膀里 你的脚不迈进监狱的大门 你的眼睛不出色人心魄 你根本控制不了你的肝脏分泌多少霉 你的胰脏分泌多少胰岛素 你更控制不了你的心跳 你的血压 你的大脑里的潜意识 这些就有药品才能做到 所以 我用我毕上的经历来 不断推荐新产品 可惜 时间太多了 不断推荐新产品 怎么他 他正在开始控制系统 不可能 需要我开始深度清除成都吗 不断推荐新产品 在你们眼里 我一定是一个蛇不蛇的死心犯 但是在我自己 和那千万个不幸灵魂的心目中 我是一个英雄 我 他们的救生 服役 开始吧 牛全外宝 爸爸 你的儿子来了 你们的儿子毕竟断机 银行高歌的上你们走来了 在长驰骑尘的等着我 不 我这站 对 我这站 就是一个 做完蒙镜的列车 我要 我要站在高高的甲板上 从海风出山 马尊的乌云 他要你快出来吧 我去那 这站站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里没有垃圾 你有马飞吗 我说我这里没有垃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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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